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什麽東西 尤其是我已經是修改回來了 我的師父要我為佛教為重生 我到底是要如何去為佛教為重生 在佛道的教育 它就是要我們早上人君行菩薩度 哇 雖然這種正直青丁的心境是很懈意 這樣沒有負擔 輕安自在 那時候雖然好像一個人住 雖然沒餐吃 不過感覺很溫柔 那種的很溫柔 很輕安 那種心情真的實在是這世人 我無法和我回歸那時候 但是我這世人過這樣 為了自己的輕安主宰 其實人應該要生命共同體 單獨一個人好像是不對的 所以開始感覺說 有一點有一點 那種人應該這個復活的變成了 是可以立世 那復教要把它弘揚起來 那復活的應該要推進世間 這是啊 那這段時間在小木屋裡面 就翻生 所以阿家在呢 有很多因緣 必須我離開小木屋 那這有當時也是說 相貴心啊 也是要有境界的役精上演 那沒有呢 發心鬼發心 但是呢 沒有那個動作的創立 啊就是呢 有了那個因緣 所以讓我呢 打出了這個小木屋 這樣一旦說 找一個世人 去花蓮的祖先屋 叫我去派經啊 我如果沒有打出小木屋 要不然有今天一個主席 所以我們應該呢 就是要奉向尊格 一定要看不出 奉向不尊格啦 那看不出 也是很危險啊 所以呢 這個方向正確 還是呢 冥冥中啊 總是呢 有這樣的因緣 所以 從這個奉向出來 一直到現在 我們現在主席呢 先騙步 傳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